白色轿车与警车撞在一块 两边车头都凹陷毁损 而驾驶人一逃下车 就被大批警力制服在地 知他还不断挣扎大吼 来看一下烧早画面 事发就在桃园中立 凌晨一点多 溥义路与中华路路口 发生了一起车祸事故 但肇事车主却直接逃跑 警方接获报案后调入监视器 并追查到他出没在 大同路与中正路路口 上前拦检 但驾驶完全没有要配合 甚至还冲撞警车 不过警方已经呼叫 知人警力到场 将证明攀进驾驶逮捕 还在他的车内发现 疑似含有卡系统成分的 电子烟烟油 后续也将依防害公物 公共危险 毒品还有肇事逃逸等最先送办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